搭配行李來到位在南投的透天措 進行搜索直衝頂樓機房 當場查扣許多電腦 以及滿地的鑰匙、充電器、延長線 但這些東西可不單純 全都是販送兒哨性影像 SCP社群黃姓祖賢的偷拍工具 據了解SCP的黃姓祖賢 原本也是創意私房的幹部 因為不滿和管理層利益分配不均 110年開始自創SCP社群 途中遭到檢方查氣官戰一次 今年1月又另起爐灶 改名OAT社群 不到半年就又被警方盯上 包含买家320人管理員等等 共有330億人遭到逮捕 而落網的當然還有創意私房的涉案人 走在前面就是創意私房的張姓祖賢 他是幕後藏鏡人老馬在台灣的帳房窗口 負責協助管理 並且分工相當細膩 另一名租姓共犯協助處理金流 扶隨應助理一人偷拍冠犯兩人 包含日前在中和畏最親身的補習班老師 還有賣家6人 以及持有兒哨性影像的 買家105人 警方這回大動作 一共逮捕了116人 後續警方清查買家生兒 發現他們來自各行各業 當中還有警察 老師公務員 許多人被約談時 還反問為什麼早上自己根本毫無回憶 而警警也分析 這些人普遍存在一種僥倖心理 認為這些影像取得困難 就是捨不得銷毀 但通通成為犯罪鐵證 作為警警全台大掃蕩 要將這些躲在暗處的黃子交門 全神之以法 繼續會開始